又來Model Y啦 上次收車時也有提及過 這部Standard Range是用LFP電 今次試試它的充電和續航表現 每次拍片前我都做了很多功課 未按訂閱的朋友記得按訂閱 還有隔壁的小鈴鐺 用LFP的電是充電這版是50和100 而不是之前建設的日常和行程 官網未下載Model Y最新的車主手冊 暫時用Model 3這本給大家看 都是差不多的 車主手冊建議上限設計是100% 至少每星期都充到100% Elon Musk8月都說過LFP電是偏向充到100% 之前一路用的三元鋰電就建議是90% 我上年那段貼士片都有分享過 日常用車都是充到80-90 其實我覺得用三元鋰電的車 不是不可以充到100% 只是建議你預計之後會走長途 立即用回才這樣做 而不是充到100%之後放在這裏 個人感覺充到多少%都是建議而已 有條件的做到就做 最重要買一部車回來也是方便自己 其實電池和Model都有8年和十幾萬公里的保養 不用太介懷 不過我要留意 充到100%的regen都會減弱 充完電的段路要用多些brake 不過我剛才這部Model Y Standard Range 充到100%的regen又跟平時差不多 如果大家有不同的觀察 可以留言告訴我 LFP電的能量密度一般都是低於三元鋰電 所以做同一個容量的電的時候 通常都會比之前的車重 以前美製的Model 3三部都是用三元鋰電 standard會輕於Long Range和Performance 大概200公斤 現在用LFP電的Model Y Standard 無助前摩打 舊電容量又小一點 但都只是跟另外兩款相差幾十kg 車主手刷都建議 無需要的話可以停一停的哨兵 例如在家裡 讓車可以入睡眠模式睡覺 2021年頭上海製的Model 3 Standard 已經在用這款電 一直都很想試試它的差段功率有甚麼不同 特別是Super Charge 我自己經驗是差到最後幾%會很慢 平時都很少會差到100% 都是大概90%左右 有時如果有人在等 我都不會再差 今次想試一下LFP電 最後的10%是甚麼速度 現在的車只剩下13%電 我們用V3 Super Charge試試 Model Y和Model 3一樣都是用CCS V3只有一支槍 一定不會插錯 但是V2有兩支 記得用大支 還有拿槍放槍 最好按一按另外一支 很多時候都會跌下來 撐到的車尾就不好 用三元鋰電的Model 3 Standard 最高功率是170kW 大概會保持到22% 這部用LFP電的Model Y Standard 是今次Super Charge最大 由164kW 我由12%開始差 很快上到164kW 但只是保持到2% 之前提三元鋰電的車 碰到100%那下 之後再充到自己停 是要很久 可能要4-5個字才真的充滿 這部Model Y 100%那下 一樣是很久 本來想試一下充到彈槍要多久 不過幾個字都未完 最後都放棄 如果有人在等 都不建議充到100kW 因為真的沒甚麼效率 都是那句有自己充電器的 就可以試一下 整體與外國Youtuber的測試差不多 它是用一部LFP電的Model 3 Standard來試 這次Super Charge用了54度電 如果在繁忙時間3.11度電 就要給167.4kW 非繁忙時間半價就83.7kW 做完測試再計給大家看 一公里要多少錢 100%顯示續航是440公里 不是官方WLTP標準的455kW 就像我那一部一樣 官方WLTP是409 但是新車的時候 100%都只是顯示380幾 是美國EPA的數字 說明書說這個理數 只是用預計剩下的電量 和EPA的電力消耗計算出來 是沒有將個人開車風格 和外在因素計算進去的 關於不同標準的續航旅程 可以看回我之前的貼士片 簡單來說最高就是NEDC 接著就是WLTP 最後就是EPA 所以EPA就在教貼我們實際的旅程 其實跟油車的油耗量一樣 都是有些水分的 說了那麼多 是時候測試一下去到Range 有想過在公路不斷繞圈 不過我就偏向用日常用車來試 公路又行下 市区又行下 全程开着冷气和回分两天 一般应该很少一天走几百公里 这样应该会实际一点 接着我会逐个点说用了多少电 如果想直接看结果就可以飞去后面 第一站充电 由深水埗出发去港珠澳大桥1号停车场 走大约27公里 用了6% 剩下94% 那我就停了一个多钟拍片 一路都开着冷气 开车去第二站时是91% 第二站是屯门的黄金海岸 经屯尺隧道再走下路过去 走多16公里 还有88% 在这里我停下了大半个小时 去吃个下午茶 开着哨兵 回来开车就跌了1% 下一站去南新围 走了22公里 用了5% 现在累积走了65公里 然后去陆景 经新田公路再走龙山隧道进去 大约28公里 电日剩下76% 最后回家之前去西贡 最后回家之前去西贡 这段路长一点一点 走了38公里 用了7%电 回到家了 今天走了162公里 只剩下60%电 即使用了40% 回到家了 我通常都不开哨兵 等一部车睡觉 明天开车的时候 看看剩下多少电 来到第二天 拍下了一部车 大约16-7个小时 无开哨兵 仍然是60% 今天第一站就去港道那边 第一站是石澳 经洪水东朗进去 走了33公里 用了8% 下一站是数码港 都有成28公里 还有45% 接着过回九龙 经薄阜林 再走洪水去尖东 16公里 用了3% 下一站去欣澳 再走24公里 现在累积已经有263公里 已经多过我去年用自己的Model 3 由90%去到10% 用了80%电 只持有260公里 最后再去南新围 测试就完成了 现在剩下25% 两天加上兜了香港整个圈 由100%持有25% 即是75%走了306公里 官方WLTP 455公里 计算75%就是341公里 现在走了306公里 即是大约做到九成 比我预期都多 照这样计 如果用尽距走到0% 应该走到408公里 至于一公里多少钱呢 如果是Supercharger 繁忙时间收费 167.4由12%差到100% 88% 计算75%就大约142.7 加上泊车钱就total$170.07 再随回走306公里 每公里就5毫6 如果是非繁忙时间 半价就只是3毫2 自己家装到充电器的话 非住宅电标一导电大约1.16 这样以今次测试结果 一公里只是1毫7 本来想银到剩下10% 不过真的够了 应该都有参考价值 当然每个人的用车习惯都不同 有人会多些 有人会少些 希望今次测试 帮到大家了解多些 下条片再见